這條粉腸 這條叫做正粉腸,用一條桌瓜處理這條粉腸 再加清泡 這條就叫做正粉腸 我們要怎樣處理它,去片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星星廚房職人吹水,和大家分享這條正粉腸 這條粉腸有什麼好吹呢? 讓我先喝一口,是凍齋啡 這條粉腸有什麼好吹呢? 這條粉腸,是豬內臟,和大腸和小腸有什麼分別呢? 是不同的,吃內的口感不同 相對來說,這些豬粉腸的處理會比較簡單 這些新鮮豬粉腸,我們買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早點去肉攤買,因為太硬,怕它不新鮮 我們去肉攤買的時候,師傅也會和你割開它 割開它裡面,看看它的作用 是否新鮮,如果釋出來,裡面的液體是深色的,或者不新鮮 它多數不會賣給你,因為豬粉腸會很苦 豬粉腸買回來,第一步要怎樣處理呢? 用鹽,我用三個茶匙,放在袋子裡,將它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然後放在旁邊 我們今天有什麼處理這條粉腸呢? 用這條芥末 問大家有什麼比用一條芥末處理這條粉腸呢? 就是用兩條 比兩條更好,用三條 再加一些甘筍 我們今天還有一些 三粒蜜棗,一角的陳皮 有很多網友問,這些陳皮是否掛狼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那些漂亮的陳皮 想得十年十五年的陳皮,其實那些狼已經很薄很輕身 陳皮是越輕身就越厲害 那往浸泡的時候就輕刮刮刮、刮刮刮刮 這些在冰水裡拿過下,可以先煮 剛才斬了一斤多一點的豬 percentage 那個豬腎,我們洗乾淨 用鹽醃大約15分鐘後倒出來 用鹽醃的作用是去除豬內臟的異味 其實有什麼異味呢? 買的時候已經聞到的異味 現在用生粉 幾個茶匙生粉 今天用多一點時間和大家吹一吹 這條粉腸和豬內臟 事實上是要用多點心思時間去處理 然後沖水 我們做這個步驟做兩次 務求將豬粉腸和腥鴨味清洗出來 現在加鹽 把豬粉腸和腥鴨味清潔 然後沖水 把豬粉腸和腥鴨味清潔 將豬粉腸和腥鴨味清潔 把豬粉腸的膽液清潔 倒入冰箱,再倒入冰箱 再洗一会儿,要洗得很干净 拿去飞水,先洗 这条粉腸洗干净后,我们就瓊水 放入冰箱中间,让水浸得好些 用飞水,凍水加热,这是白醋 放几滴白醋 放入白醋,会令豬粉腸的腥鸭味更加逼出 放入冰箱,可以放入白醋 放入冰箱,还有一斤猪腱 放入冰箱,让我们一起放入冰箱 现在让它沸起 我们处理猪杂或牛杂 事前功夫更重要 可以和大家说一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做到现在 有些什么是和之前煲汤的有什么不同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可以让大家看看 这条仍然是一条粉腸 做这些猪杂或牛杂的菜式 我们一定要做成秋 做出来才能做到它的原味 我们在外面做炸大肠 都是成条去炉 炉完再封干,成条拿去炸 炸完再切,这些大肠才做到外脆内乱 有时候大家在外面 去到一些卖老美的店铺 或者是卖牛杂的店铺 你看到那些牛杂 它全部都是剪断了才做的 那些你不用去吃 你看到整条,它还用一把剪刀 一份一份剪给你那些 我可以跟大家说 是完全吃法不一样 跟大家多吹两嘴 因为这个猪粉腸我当作是菜式 有汤有菜式 现在让它煮沸 煮沸沸 我们要煮到猪粉腸熟透 现在我们倒起来 用清水洗,洗干净 猪腱洗干净了 我们下了一些青泡粮 跟手就下猪腱 再一声,看清楚,有东西 我们下了青泡粮 来煮 青泡粮 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 桌瓜甘筍 放入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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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青泡粮 猪腱大火煮半个小时 放入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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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述蒸蒜 下半一 readings 放入烤箱 放入烤箱 再加上粉腸 再加上粉腸 再加低一點 這段時間可以收慢火 我們用文火煮一小時 現在煮了一小時,看看粉腸的味道 怎樣看呢? 看不到的 用刀剪一下 差不多了,不要太軟 現在把粉腸盛起來 拿起了一條粉腸之後 再煮半小時 湯就可以了 煮完的模樣就是這樣 那條粉腸呢? 臨吃之前,再浸熱它 追精 用剪刀剪,點醬油吃 已經是一道菜 煮完的湯 大家要留意,會比較肥 所以我剛才撇油都撇了很久 今天,處理這條粉腸 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看我星星的頻道 那我就先吃東西 拜拜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追蹤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